7年初一名新加坡籍旅客搭机来台 发现自己约台币6万元的现金 在飞机上被偷了报警处理 警方展开根肩调查和搜证 逮捕两名嫌犯 其中一人还是退役的中国武警 他落网之后公称 曾花人民币3万 向四川省绰号秃子的大师学习 没想到刚出师就被我国警方逮捕 哇 又是谁的 哇 这么大点美金耶 黑衣男子被警方压制在地 一搜身上美金一大跌 这个应该都是一块钱 他准备要跳帮的 不止美金 他跟同伙身上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印度 菲律宾 泰国 香港和信用卡 多达数十国的货币 陈列出来非常壮观 而这些都是他们搭机行切的战利品 今年1月新加坡籍旅客报案 搭机来台时 在机上发现包包内的现金 被抽换成一叠口罩 损失约台币6万元 导致行程无法继续 警方调查后锁定中国籍韩信嫌犯 设有重嫌 经过一个月的跟肩搜证 收网逮人 韩信嫌犯还是一名退役武警 去年10月开始 在亚洲各国领空行窃 他坦诚 自己在中国拜师学艺 花人民币3万 向四川省绰号秃子的大师学习 没想到刚出师就被我国警方逮捕 中国推议武警沦为空中大道 怀疑背后有空中窃盗集团操控指导 还要向上追查 他也提醒民众 搭机时重要财物要随身攜带 不让窃贼有机可乘 记者林筑强桃源报导